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Mazwin 继续学习自动化测试 在前面的课程中 我们已经将WebDriver的API基本介绍完了 并且使用WebDriver 做了一个Mazwin登录测试的脚本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脚本 大家来看这个脚本 它主要是做了下面几个事情 打开浏览器 打开URL 然后找到相用的元素 发送相用的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点击登录 最后我们在这里检查了一个测试结果 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脚本 ControlB 我们稍等一下 大家打开浏览器 然后最大化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登录 然后我们这边会测试一下你的结果 在这边是登录成功的 往这边打印信息也是正常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测试脚本 它存在哪些问题和优点 首先来说我们这个测试脚本 是一个单独的脚本 可以直接运行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脚本 如果说我想要修改相用的用户名 或者密码 我们必须要在原码中进行修改 第二个 如果说想测试100个账户 那么我们就需要将我的脚本 复制100份或者在里面修改增加100份 那么这个是我们不希望的 那么所以说经过这个分析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这个测试用力 它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优点就是独立 可以单独运行 不足就是灵活性差 不具备大规模测试的条件 维股成本比较大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测试脚本 主要是测试登录 那么我这套脚本 如果说想扩张是否可以应用于其他网站 比如说我要测百度的一个登录 或者测通讯的一个登录 或者测其他网站的一个登录 那么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这个脚本设计的好 我是不是稍微修改一下 就可以拿过来直接用 我们修改主要是修改 URL 以及相用的这些元素 信息 这基本上是每个网站都是大同小异的 我们都可以找到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存在一个问题 当我们进行测试的时候 我们必须把这个脚本重新来 重构 这样的话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那么这种是我们做自动化测试 不应该出现的问题 那么所以说我们简单的测试脚本 它是存在问题的 那么我们如何修改呢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测试脚本 它分哪些功能 首先来说 最基本的功能是打开浏览器 那么如果说我这边打开的是火壶 后面我如果想测 Chrome或者310或者其他浏览器 那么这块呢 理论上说也可以是 把它单独抽出来 做一个行事 那么我们把它称之为open browser 那么第一步呢 就是导入一个URL 这URL我现在导入的是Math学院 后面我是否可以导入百度腾讯等等 那么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是查找相用的元素 当我们打开一个主件之后呢 它有相用的登录按钮 然后点击登录按钮之后 都会弹出来一个登录框 登录框里面都是有账户和密码登录按钮 如果你输入错误 它都会提示你用户名的错误 或者是你的账号的错误 或者是用户名密码对不上这种信息 那么所以说呢 第三个就是fun element和send case 这send case呢 就是找到相应的元素并且发送相应的值 最后一个就是检查结果了 检查结果无非就是检查你有没有登录成功 那么其实我们整个脚本呢 分模块的话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部分 那么这几个模块中呢 又和我们的数据插达在了一起 那我们再来对它进行修改 大家看 它呢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这个测试脚本 它的模块呢 和我们这个数据呢 我们可以将它进行分离 分离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每一个模块 它都是单独的 不会和我们的数据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的数据从哪里来呢 那么我们可以将它放到我们的文本文件中 或者是将我们这些信息呢 放到我们相应的数据库中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文本文件 或者是数据库来进行措施 那么当然呢 我们相应的也要添加数据库的接口 或者是配置文件的接口 那么这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是说 我们这个主干的代码 基本上是不需要改的 或者是在某些场合 我们拿过来 只要稍微修改一下 就可以用 那我们主要修改的任务是 获取我们用户的数据 在这里要增加一个接口 比如说我要打开一个UR 那么这个UR从哪来呢 我不可能代码中写死 那么我可以增加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是和我们的数据打交道 比如说我存在字典中 那么我可以对应一个UR 一个键对应着一个Vue值 比如说这个K值 就是UR 就是www.meds.edu.com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既可以测试meds学院 也可以测试百度 那么这个呢 就可以根据不同的测试数据来进行测试 那么大家再来看 我查找相应的元素呢 因为百度的主页和我慢子学院的主页呢 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来看 在我查找相应元素的时候 我们的代码中是这样写的 ID account1 那么这个ID account1 是我们那个账户的那个ID 那么百度上呢 它有自己的 那么是否可以把这个也写到相应的配置文件中呢 那么这个是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说可以的话 我是不是把这些元素也插到我的配置文件中 那么这个如果我们解决了 下面呢就是我们数据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代码 我们代码中我们的数据 大家来看 Account和我们的pwd呢 分别在我们代码中已经写死了 那么如果说我有一个相应的接口 可以从我们的文本文件或者数据库中 直接读取相应的数据 那么我们send case 这个是不是和我们这个数据也结保定了 最后这个check result也是同样道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将我们整个测试 脚本态的模块呢 和我们的数据呢 就隔离开来 那么隔离开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设计模式 大家来看 在这里呢 我们整个测试过程呢 是分为这几步 打开浏览器 打开URL 找到相应的元素 把这些元素保存起来 然后呢 发送相应的键值 这个键值大家来看 还有我们的查找元素的过程 在这里呢 大家来看 它分别呢 没有和我们这个测试代码绑定在一起 而是呢 我们提供使用了一种接口的方式呢 把它读取出来 动态的读取 那么读取 动态的获取之后呢 我们才做相应的测试 那比如说打开URL 我这里有两份配置文件 一个是百度的 一个是麦子学院的 那么只要我们将相应的文件配置文件配好之后呢 我们就既可以测百度 也可以测麦子学院 那么比如说这边 fine element 比如说我们这边都有一个login的ID 登录按钮 我们都要点一下 那么登录按钮 它的元素 它的ID是多少呢 比如说麦子学院是一个名字 百度是一个名字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配置脚本呢 将它定义好 然后使用脚本读取的时候呢 直接把这个pages 它所定义的vail给拿到 去查找元素就可以 然后做一个可理盒 因为这些操作都是相同的 然后找到这个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数据 数据我们基本上是需要两个 一个是用户名 一个是密码 那么这种呢 我也可以直接把它写到配置文件中 测试数据文件中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止可以写一个 我可以写N个用户呢 一起来进行测试 当我们每测试一个完成 当我们测试完一个账户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相同的check result 来检查一下我们的测试结果 并且将我们的测试结果 写到我们的测试报告中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整个测试用力 它首先实现了一个模块化 第二个呢 就实现了我们的数据 和我们的代码进行了隔离 好处呢 灵活 第二个呢 具有通用性 维护成本比较低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对我们这个测试用力 它的一个修改的基本的模型 那么有了一个模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按照这个模型 将我们的代码进行优化 一点点呢 去整理 好 那么后面的课程呢 我们就一直围着这个主题来开展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的主要内容就是来 将我们这个测试用力设计模型呢 给讲明白 好 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